4000多名同军今天整装齐发 顺利完成了新加坡开步200年同军徒步的最后行程 各年龄的同军队员从莱佛市书院出发 徒步前往碧山体育场 曾是同军部队议员的贸工部长陈振生 也参与了徒步活动 这次同军徒步活动从1月28号开始 目的是纪念200年前莱佛市登陆新加坡 活动上队员也以手机相互传递虚拟火炬 象征着同军的精神和价值传递 队员们在过去几个星期内一共行进了200公里的路程